下午13点排鞋被曝临时变卦改主意 主帅上任遇麻烦狼屏超碎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女排选帅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最近的中国女排选帅的一些情况和进展 我们也知道目前的中国女排呢 已经是正式对外宣布要面对整个社会去招聘 中国女排的一个总帅 对很多期待已久的球迷来说呢 总算是一个好的消息 毕竟呢我们也知道在此前的东西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随着郎平离去之后呢 整个中国女排确实处在一片很混乱的一个局面 而且呢在最近呢又有几个主力接连离开球队 接连选择退役的话 对于整个中国女排来说 接下来到底要以什么样的一些新的阵容呢 去面对之后的比赛 其实呢也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问题 尤其现在已经是进入了2022年 那么接下来的话将会有非常重要的三大赛 包括国家女排联赛 之后的亚运会和这个市井赛等等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 那么我们中国女排呢在这些比赛当中呢 不容有失 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组织啊 这个球迷来说呢都期待新帅上任之后呢 能够赶紧去整理这一切 带领的中国女排呢 去参加这些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些新帅来说 一代上任之后的话 怎么样去管理这一切 怎么样去带领的中国女排争取在这些比赛当中呢 取得好的成绩呢 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 毕竟呢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一旦这些新帅到位之后的话 很多球迷下一步就会关注他们到底能不能够带着中国女排重回巅峰 到底能不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尤其在今年最先开始的国家女排联赛当中呢 那么其实也将去验证这个新的主帅到底能不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到底他的实力行不行 而就在最近的下午一点钟 那么谁在中国排协这边呢临时做了一个决定呢 可以说也是让这个到时候啊新帅上任之后呢 也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就在最近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 目前中国排协这边呢也是临时变卦改变的主意 把此前呢本来是准备在中国举办的一个国家女排联赛的总决赛啊 这样的一个举办权给取消了 可能呢也是考虑到一些防御的要求 那么也是考虑到大家的一些健康 但是啊这样一来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说呢 肯定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麻烦事 毕竟我们也知道如果说在我们家门口去举办比赛啊 很多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对于我们女排的队员来说 很有可能能够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甚至能够取得总冠军 但现在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些比赛地点从中国呢 移到其他的一些国外的城市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首先在球员方面那些安全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顾虑 另外一方面不能够在家门口去进行一些比赛呢 也失去了一个主场的优势 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呢其实对新帅来说 同样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一场比赛 这个国家女排的比赛呢 对新帅上任之后也将会是验证 他的能力到底行不行的一个重大标准 所以这次失去了一个主场的优势 那么这个新帅上任之后呢 也遇到了一个大的麻烦 到时候呢能不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呢 也同样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可以说目前来看中国排行呢 临时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确实给中国女排这边呢 增加了很多的一些麻烦 也确实让郎平呢是超碎性的 在此前郎平就期待着 有一个新的主帅上任之后呢 能够带领着中国女排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这样一来呢 他才算是完成交接 正式呢 把他的接力帮交给下一代 但是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那么其实啊 随着这样的一个意外发生呢 一旦下一个主帅 不能够带领着中国女排 在第一场重要的一个比赛当中 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到时候很有可能 这个主帅会再次面临很多的一些质疑 那么郎平这边呢 估计啊也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些交接 到头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 损失的还是我们女排 那么其实受打击的还是我们球迷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我们中国女排呢 能够去面对这样的一些临时变化的情况 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 不要到时候的话 很有可能出现一个暴冷的情况 那么对于我们球迷 对于我们整个球队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了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